位在七堵光明路上的铁道公园 早已经成为当地居民休闲散步的好地点 不过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和当地里长都认为 铁道公园可以效法宜兰火车站对面的吉米公园 周边摆著名插画家或是漫画家的人物造景 月台区则是可以规划放置火车车厢 贩卖忍热营等火车造型特色美食 让游客可以有遮阳避雨休息拍照的地点 另外旁边的七堵车型地下道里面 也可以用水管灯加以灯式美化兼顾车型安全 进一步活化利用铁道公园及周边环境 打造成为网红网美拍照打卡景点 才能吸引更多人潮进来七堵区中心这一带观光消费 活络七堵商圈经济 我们这个百年的文化古迹 有很多的乡亲反映说我们这个铁道公园 真的没有善家去活络善用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铁道公园 它的整个周边的环境非常的优美 我发现到宜兰他们在火车站周边的一些元素 做得非常的好 我是觉得我们市府是不是能够针对我们七堵铁道公园 是在这个铁轨上面是不是可以跟台铁 就是说商量说有一些旧的一些火车车厢 能够让它就是活络 比如说做一些这个冷热营的一些餐厅 包括一些台我们后面有一些轨道 其实可以做一些这个类似像宜兰这个吉米娃娃 整个让我们去乡亲 包括这个外县市的民众来打卡 成为一个打卡的监田 包括我们旁边这边有一个这个七堵的这个地下道 那有民众说这个灯光很暗 但是如果你用这个就是投射灯 又担心会影响到这个行车人的一个视线的一个危险 那是不是可以用水管灯 就在我们这个这个七堵地下道这边 让这个整个外墙美化 那我也是当然希望说市府跟市府建议 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周边这个沿街 就是我们铁道工旁边这个整个人行专道 是不是整个整排如果说可以的话 我们整个就是说做成这个像吉米公园这样子 一直延伸到七堵火车站的商店街 像台蝶梦工厂一样 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这个周边的一些商品的元素 很多人外线市来这边录营 录营然后上节目来这边拍摄外景 所以这个地方是很不错 然后希望说市政府能够善加利用这块地 来吸引光光哥 来增加我们附近的商店的财源 这是周边的财源 所以我是希望市政府考量一下 能够把我们这边的七堵火车站 那个铁道公园再加强的美化 来活动一下 杨秀玉进一步指出 如果可以把铁道公园重新塑造成功 带入更多观光人潮 也可以连带把人潮导入对面的七堵南新市场里面 吃美食小吃以及购买农特产品 或是到七堵火车站一楼消费购物 连带让更多商家愿意进驻 目前空荡荡的七堵火车站一楼商店街 正向循环打造铁道公园 南新市场 以及七堵火车站金三角商业观光娱乐区 带动七堵经济再发展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 出发展